穿黄薄作为2023年中药材中的黑马 在2004年又怎么呢? 黄薄种植周期长一般要10年以上上才能甚至更长 在近几时来穿黄薄从来没有高峰期的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再加上周期长生长缓慢等 特别是老种黄薄生长更慢成活率较低 种植户都不愿意种 所以产量一直不高 再加上连续三年的涨价产地大面积采收 所以现在产地能收的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认为黄薄后续还会继续成为黑马